好 我请亮哥来谈一下 好 另外一头我们看到就是尿素嘛 对不对 尿素 尿素我们之前讨论过 先是石墨 然后又是尿素 韩国以这个抽用尿素容易为主的工业尿素 目前存量只剩下最后的三个月 在倒计时对华的依赖度太高 所以韩国的整个焦虑感起来 好 两个亚洲国家 我让亮哥一起来分析 一个是菲律宾 一个是缅甸 那各有各的危机 12月5号联大举行了海洋跟海洋法的会议 然后这个菲律宾的代表呢 强行在大会当中 插了个议题讲这个南海的问题 那当时呢我们看到这个耿爽 联合国的这个中国的常驻副代表 态度也非常的强硬 坚决反对菲律宾禁止的侵权挑衅行为等等 他有一番这个中国式的一些论述 那同时你看到这15号进行 马上12月6号 大陆就发布了南海的航行警告 7号到8号 南海附近实施了这个军演 禁止驶入 然后另外头大陆的微信公众号 也告诉大家 那个马德雷山号 旧纪斑斑 旁边舰体两侧已经破了两个洞 目前开始漏水了 所以现在这个菲律宾跟美国 必须要加速 要快一点 要不然恐怕就要自己成了 还有一个就是缅甸 缅甸我们看到军政府 现在是节节败退 那缅甸这位副总理监外长 这个时候来到北京 然后跟王毅见面 大家都觉得他是来求救的 双方都有一番表述 那当然王毅再次重申中国的立场 双方是这个全面战略伙伴 不干涉缅甸的内政 这是大陆一贯的立场 而在此同时缅甸内部出现很多危机 包括现在这个缺油 所以你看到这个加油战前大牌长龙 等有等不到 然后在战事的部分 同盟军是继续挺进 然后这个军政府节节败退 联合国统计 此刻总共超过两百万人流离失所 一个菲律宾 一个缅甸 亮哥 菲律宾我觉得 因为他有40艘民船 在蓄事待发 那听说中国大陆也准备了130艘船 在蓄事待发 我认为菲律宾最近的连续动作 就是知道习近平12月12要去越南 所以他背后那个老板 希望他在那之前闹点事 让习近平跟越南要讨论南海问题 会比较尴尬 我是觉得是有时间上的考虑 那习近平去越南只有12、13两天 他大概 我觉得中国大陆除了要讲 那个稀土的那个货运铁路 还有经贸的合作之外 一定会谈到南海问题 因为据我了解 已经进入三度了 那所有国家都通过了 就只有菲律宾不要 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可能就是 要看越南 就是第一个就是 中国大陆大概也希望东南亚国家出来讲话 因为每次都是中国跟菲律宾在那边硬杠 这样也不好 最好让其他东南亚国家表达意见 让你菲律宾会觉得你是不是太过头了 所以那越南是最有代表性 因为越南跟中国大陆在2015年曾经冲突过 就南海议题 而且比菲律宾还要严重 那如果连越南都愿意 对南海行为准则有一些 这个我们说这个有一些共识出现了 那你菲律宾到底在闹什么 那我认为越南如果真的愿意讲这个话 那接下来马来西亚跟印尼都会跟进 都会跟进 可是那个就是 我觉得美国当然知道 大概就是在那个临界点上 那第二个就是万一你菲律宾还是要闹 那你就不要签好了 我们自己先签 我觉得这也有可能 所以我是觉得大概就到了临界点上了 所以当然菲律宾如果运气好一点 就是来个台风 然后船就自动解体了 那就自动解决 然后中国大陆可以用人道资源的方式 进去救那些船上面的人 缅甸 我认为中国大陆 也不确定要帮哪一边 它两边关系都不错 可是也不知道 因为它也不好介入内政太深 那军方事实上 坦白说军方也有很多问题 就是你就是跟那些诈骗集团勾结 不然怎么可能一直都没有处理呢 然后你一直这个中央政府 就是没有办法有效控制 尤其是缅北的那些割据地带 事实上不只缅北 缅东也有 所以这种情况 你一个国家治理本身都出问题的地方 这个有点类似那个民国初年军阀割据 你知道吧 所以那个谁是中央地方 这个人家真的要帮你 要介入 我觉得中华大陆的目标很清楚 第一个就是你那个电炸给我处理 第二你不要闹到我边境来 那不要造成这个 有一些侨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 那至于你内部内政到底谁会胜出 我不认为他会介入 可是就是因为会影响到周边 那个电炸问题时都没解决 对不对 另外那个韩国 事实上我跟你讲 尹锡悦 这个我最近才得到了一个讯息 尹锡悦就是爱吹牛 所以他那个申请的单位 有跟韩国的国会议员说 他们第一轮就要拿到80票 结果只有29票 实在是丢脸到家了 然后这个因为影席月吹很大 说总共会得到3300多亿人民币的收入 如果四伯会举办成功 因为这是综合性的四伯 好像连续六个月 所以会带来很大的营收 所以民众很失望 可是我认为 事实上你刚刚是在 肯定沙特的那个文宣成功 事实上不止这样 我认为有东方某大国在帮他忙 因为你去想一想 穆斯林就47个国家 你凭什么拿到119票 我认为中国有帮忙 有帮忙 他也是应该的 尤其跟现在韩国的关系不好 当然 当然是这样 比如说你东南亚的票 然后非洲的票 我相信沙特没那么厉害 应该是有人帮他忙 就是这样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 你知道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把他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